看这个点子 现场的朋友 还有网络上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比法的魅力 可能 这是我们宿管长 看到为了这个 佛宁大师 办的这个油画展 特别定的这个题目 因为佛宁的油画 可以以西方的油画的一个 它是用书法的 笔法来画油画 这很特殊 也就是说 能够把这个中西双方的 这个艺术形式 做一个很大胆的 一个结合 同时也是在做一个突破 在未来 那么我就 这个书法的这样的一个 笔法 它的魅力在哪里 它的可能性呢 对 那么笔法呢 它的精为全妙呢 可以呈现魅力无穷 那么 这一种 那么 这一种艺术的表达呢 也是能够 它的可能性是 无限的一种 无限的一种 一种可能 那么 那么 我 我 因为我们在整个书法上面 常常听到说 进人尚运 唐人尚法 宋人尚义 名人尚义 名人尚乎 秦人尚义 等等 换句话说 你看一个时代里面 它掌握的那种 整个艺术的精神 它的氛围 它的风格 光是 光是这个毛笔 它呈现的线条里面 有法 有义 有态 有法 有义 有态 这么多 对 那么 待会儿 我又 那么 会有一些 会书法的一些 会有这个例子 看看那些线条 书法的一些 这么多这么多 有的变化 这么多这么多的变化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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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宋人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宋人的这个 这个 它的一个特殊性 很多运笔当中 都用书 当中 都用书 旋转式的 在书法里面叫实转 在书法里面叫实转 那么 在书法里面 在书法里面 这个内在规律 我们万事万物呢 我们万事万物呢 从小受教 他们从小受教 学一个科门 这些掌握 它的内在规律 那么书法的内在规律 书法的内在规律 是 比方誓源 那么 这是我们觉得 比方誓源 是隐含着 阴阳相机 相当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好比说 我们脑海 讲到这个 这个相机 一样相当 有个太极 然后中间一个 像S一样 S两点 阴中有阳 阳中 对了 对了 看起来很抽象 但事实上 我们在运笔的时候呢 就是呈现 就是呈现 这样的一个S状态 有一次跟苏冠长 在聊天的时候呢 他说国内的有一位 这个 这个 专门研究这个 这个美术史的 他就 有一本著作里面呢 提到说 这个大自然 乃至于 这个人为的 所有的美 对 脱离不了S 你看我们照相啊 很多美术啊 构图啊 雕塑等等 都是一个S状态 是吧 对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太极呢 这个阴阳 就变成我们 整个文化的根源 所以蔡庸说 2000年前 这个蔡庸 这个讲了一句话 非常经典 因为这个 就是文言文 我在讲的时候呢 所以 所以呢 这个 大家这个 我要的话 我把分享给大家 他说 书造于自然 自然记立 阴阳生焉 阴阳记深 形式出语 换句话说 这个这句话呢 就是书法的总纲点 对 我们把这个总纲点 抓住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这个整理 爬树 很有系统的东西 那么 这个 在蔡庸 接着说 在九四篇里面讲说 场头护卫 立在其中 大家想想看 我们场头 立书里面的 蚕头燕尾 对不对 你看 蚕头燕尾 用笔的方式 是不是一个S状态 是吧 好 那么 横的左右S 竖的也是S 对角线 这就是八面出风 这就是八面出风 必须 必须 一定要懂得八面出风 一定要懂得八面出风 在中央讲的这句话 说 互伪 历史在此中 下来的东西 他说我 我们的一个 精神 上去也是这样转 对照线也是这样转 那么八个面 所以用笔要八面出风 结构要八面微风 那么整个章法就八面玲珑 记住 那么因为你能够 产同互伪立在至中 对不对 所以令笔心常在点画中心 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 逆式的动作的时候 那笔风就是一个 一个脚转的感觉 那么这个笔心 就永远在笔心 笔画当中在走路 换言之古人 用笔要笔笔中锋 那你要是说 拿着这个硬笔书的观念 这样拖着这样写的时候 这个笔就整个散开来了 所以这个 要用笔的时候 场头互伪立在之中 然后令笔心常在点画中心 这句话呢 是用笔的戒律 那么 那么写字要有力量 刚刚讲到的 场头互伪立在之中 下笔用力 几乎出法的内在本子 为什么呢 力源则润 所以我们要求写字的时候 你不要干干的 对 不要像柴火棒一样 对 那个字写出来的时候呢 能够圆润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哎呀 王羲之 赵孟福 你看所有的书家的字 都是圆润的 对 那么适即则涉 你当写字的时候呢 你的笔法呢 是逆适奏 对 那阻力就很大 因此你在行笔间的时候呢 它就有用涉度 所以蔡宏讲说 书法呢 就是极色二字 你要掌握这两个要点 那么要做到这样子 这样能够掌握到 用笔的这样的一个 内在规律的时候呢 苏东福讲一句话非常好 叫做细筋入骨似秋阴 就是那个筋骨啊 细筋到骨头里面去 细筋入骨似 就好像秋天老鹰一样 非常矫健 细筋入骨似秋阴 然后呢 写字的时候呢 因为你逆似走 所以寒忍之力啊 永远 永远的要贯穿时钟 从下笔 行笔到收笔 永远贯穿时钟 要做到什么程度呢 杀方柳子 这个杀方柳子呢 必须它的角度 它的速度啊 这样才能够达到 好 那么 那么书法的线条呢 经过技法的千锤百电 而展现生命力的 有生命力的线条 也是苏东福讲的 线条有生命力怎么样呢 要有筋骨 血肉 气神 是不是像人的身体 而不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软啪啪的面条一样啊 所以这个苏东坡跟 跟这个黄庭坚两个好朋友 一师一友啊 然后呢 苏东坡说 这个 他说黄庭坚的字呢 好像那个死蛇挂束 当然是开玩笑的啊 对 然后呢 那苏东坡问说 那我的字你觉得怎么样啊 黄庭坚说你的字呢 好像那个石头压到扁 压到蛤蟆一样扁扁的啊 对 当然两个相似大笑 就变成一个 一个美坛 问题就是说 写字的时候呢 线条一定要有筋骨 血肉气神 好 那么在笔法当中的时候呢 刚刚一直强调 侯文宁的话 他的一个 一个旋转 旋转的方式 这个旋转呢 他所带动的那个式 很重要 也就是说 笔法里面呢 在书法里面 他有转式 重的 转书 是重的 那么分韵呢 八分书 古代称帝书叫八分书 顾名思义 他是左右左右 扁扁对待 叫分韵 现在凯书写的扁扁的 从中游到王羲之 到王羡之 一路 他就算是 对草书的情感 草书情感呢 他就是一种顺时针的 逆时针的 那么 孙国庭在书府里面 讲一句很重要的话 就是草乖 死转了 不能承治 乖 就乖乖的乖 但是这句话呢 在物业里面呢 乖为乖 你不懂得死转 好那我进一步解释 什么叫死 死呢 就是纵横牵扯 这个料子好 死转的 大死的死 这个就容易死 纵横牵扯 那么转呢 就是勾 勾 勾 环 盘 空中 这样转 这样转 对 还像彩带一样 很奇怪 我 死转非常重要 或死转呢 能够怎么样 传起达意 因此呢 能够进行一点末之间 人家我 大家看不到 那个书法的线条 对 大家想象 我来 我来 尽量形容 让大家能够 能够 能够达意 好 那么 要领悟 耳机插上去 还是 要每一笔 电脑的speaker在弄 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说 你写草书的时候 一定要在 关节与关节之间讨生活 还是这里面要set up 是用耳机才行 生活者生计活路 你知道怎么样的勾住 怎样弹跳 对 那个 所以写字要比一比 有活去 上海吗 上海 拜拜 有了 我知道了 他就完全没有 没有那种事 这一流动的时候 像瀑布一样 是不是很有事 没有画面 对不对 所以 点画之间 要顾盼友情 起承转合 要一气贯注 自然就有活去 那么运比之际 轻重缓急 异扬顿挫 浓淡 哭润 淫厉酣唱 那么 这有一句话要形容 叫做气韵生动 所以你看宏林的话 欺世责人 对 他说你会动感 动感 那么 这个西方的 这种 没有这个可以 那个 那种快速 那种光影 对不对 它是 它是有种流动的 那么中国的话呢 中国的说话呢 它是 点线的 那你是多少个人 参加 导致的 是道家 我看一下 我没有办法 所以 道家思想呢 是中国美学的 理论指导 道家 对 所以 因此 也是因为这样的话 那我回到 OK 好 好 季运生动 好 那么 那么 这个 通过了 这个 这个艺术形式 就书画 书画的形式 来表达 心理的状态 那么 情感的投射 笔法的 这个 节奏变化 节奏 不同的 角度 速度 轻重 营养 而呈现 不同的表情 对 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个 好 比如说 这个 王羲之 蓝亭旭 大家耳熟能详 颜真轻的记事稿 在这个非常哀伤 悲痛的心情下 写下 苏东坡的 黄庄 韩世帖 他对生命的感怀 对他人生的寄予 所以 这里 航尖 他的线条 对 他的节奏 是一种 充分的 一种 情感的表达 所以 他线条里面 有的是红厚 有的是 书框 有的是 很静 有的是 严秀的 那么 也有的是 凝度的 有的是 飘逸的 或者 沉着 等等 这些 那么 当我们 了解到 了解到 这个 书法 和音乐一样 他所表现出来的 节奏 是一种 纯粹形式的节奏 它是一种抽象的 对吧 写字 所以我们 每次比拿起来的时候 心中有音乐详细 有一种音乐 那么 这种 这种 这种节奏 它有一个 更大的 一种 一种 包运力量 而且有更大的 理解空间 这种 这种节奏 所以这种节奏 是音乐的灵魂 也是 书法的灵魂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书法 它是 没有声音的音乐 对 所以我们 只要了解到 这个部分的话 进一步说 形式与情感 之间 有某种 对应关系 对 还有 书法的形式 那我们怎么样 投射我们的 情感 这么 人们心中的变化 能够用抽象的线条 来表达出来 好 那么接下来 我给大家看 看一些 那个 作品 首先 我们看 这个 王羲之 写的 这个德士帖 那么 这德士帖里面 我们常常讲说 王羲之的线条里面 球魅 球 球进球 魅呢 秀魅的魅 辅魅的魅 球 非常雄强 魅呢 很秀魅 很美 是吧 那么看 看他自己的行间的时候呢 你看他的折笔 是不是非常雄强 可是呢 他的勾环 盘域之间 是非常的魅 对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有的人写字的风格呢 雄强一路到底 哇 写得非常 气势磅礡 对 就一直发转 他的雄 那有的写得很秀 像受精英体啊 像这个 有的人写字 写得很优美 对很秀 一个人艺术家 能够像帕巴罗比一样唱歌 他音域这么宽 哇 世界难高音 对吧 那写是成为一个 一个大家 对 他只有能够 能够包容什么呢 他能够把全方位的东西 都能够包容 既雄且秀 这是 所以我们在智力行间呢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么第二个 第二章呢 这个是王献之 他的中秋天 他的一笔书 对 下来的时候呢 你看他的勾环盘于 对 十转之间 对 非常的 非常的这种 流畅 所以我们在写字的时候呢 看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过程 你就看到说 他的 他的聚散离合 点线之间 对于空间留白的 这种切割 分布 对 所以我们在 在书法的线条里面呢 他有很多 虽然说他是一个抽象的线条 对 简单就是一种颜色 事实上呢 中国人就是很 非常的 就是他的哲学 他的美学观哦 用最简单的形式 表达最丰富而深刻的 身边内涵 对 光是一个线条 一个墨 一层墨 可是他可以 莫分无彩 然后呢 他的 他的轻重 他的速度 他的宽窄 他的聚散 他的离合等等 他都有各种各种 不同的层次 所以呢 但我们在看到 智的智里行间的时候呢 注意到他的留白 对 他有很多的变化 就是在书法上面呢 有一个 一个一个很 非常非常大的 大的这个变化啊 痛不掉了 怎么样 要给你们看一下 哎 我看看啊 我 实像还是太小 可以 可以 这样可以看到 那我就离开网路了 好 跟大家介绍一下 哎 那个 那个 熬刚 不好意思 我们的大 谢谢 对 其实是帮我 调整一下 再等一下 现在 对 要不停下来 对 又停下来 讲了也继续讲 但是虽然这个 屏幕等会 哦 对 他像对方天的 大妈为名 网路上 这个 屏幕 没有说 现在那个屏幕 是缺业不了 sure screen 听到吗 听到吗 听到是吗 可以继续讲 可以继续讲 tu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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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那么这一个 这样的一个一个作品呢 这是张旭的狂潮 啊 张旭狂潮 我有一个学生啊 北大数学系的 他用数学来研究音乐 用数学来研究抽象化 然后他发了一张张旭的狂潮 跟那个当代艺术 美国当代艺术那个播客 两张画放在一起 他说非常审视 他说这个1200年前的张旭呢 就是在那当时呢 在长安里面的播客 对 你看所以他的自己行间 直人 看起来好像 好像这个 这个一团线 爪爪无章 对不对 对 可是呢 你看他的 看他这样这样的一个动作 是不是 心生动 对有很多很多外国人 要学书法 要学书法 那你要学什么题 我要学书法 为什么要学草书 因为这样才平等啊 你们中国人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 这很有意思 好 那么在这当中的时候呢 你看他的动作 对 那么这个 在写草书里面的 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实转 转折 因为你的转折当中 你要做得好 关节做得好的时候呢 他就非常的挺拔 对不对 然后呢 当你的那个勾环盘语之间的话呢 他就非常流美 心流水的感觉 像音乐一样 像小桥流水 很漂亮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 这也是 唐朝的 这个狂草 张 这个 这个 槐树的狂草 对 你看他这个 他这个字哦 这个 真的像 看着又像画 又像音乐 音乐的感觉 对 所以 所以 所以当我们 200岁以后 我们要欣赏 我自己 我看手机的 TGP 我知道 去学习 我知道 然后一点点话当中 你真的可以走进去 对 那么 刚刚跟侯宁 在 在讨论当中的时候呢 就是说 西方的话当中呢 他很强烈的 表现出他的 头发的情感 对 你的那种感受力 可是呢 他缺少什么呢 中国的意境 这一方面呢 因为中国有倒茶哲学 所以中国的书画里面呢 很高的是他的意境 意境 好 这是怀素的 这个字 他说的东西都不是很清楚 可是给人就是一个意境 谁的话 那我是说 性向派 所以到后来 后来赵无极 朱德勤 对 这些 实际表现主义 那是意境 他把中国画的那种 山水画的 意境带进去了 对 所以当西方 觉得哇 这个 这东西 是一个 很好的艺术表现 是吧 好 来看这个 这个呢 看起来很丑 这是很有名的 天下第二大行书 南庭旭第一 这是颜真兴的技术 他虽然突突改改 但是呢 当这个 旭深入以后呢 就看到说 哇 这个 我教学生 跟我学十几年的 对 然后呢 有一次 我带他们在故宫博物院 去去参观 回来又就写 连写三个月 写到后来呢 他们说 哎呀 老师 我们写的换兔 能不能换帖 好换 对 然后继续往前写 再过几年 五年后呢 再拿来洗 然后这样走过去 已经快七八年 十年了 我就问他 问大家 你学了这么多 赢得这么多贴 你们受益最多的 贴会最多的是哪一部贴 异口同声的说 贴之高 因为他里面的 里面的那一种 虽然他怀着一种很悲愤 很哀伤的心情 可是他的技法非常高超 你看他的 使转之间 扭转之间 在练当中 每个人练完之后 哇 手腕好酸哦 好酸 这无形中呢 就练出功力来了 然后呢 他这样子 甚至于连他这稿子嘛 涂涂抹抹 连这个涂抹的稿 这个线条 都非常好看 好 接下来呢 我再给大家看 这是天下第三大行书 苏东坡的黄州寒斯帖 那么他的字呢 当然这种就感到 情感的投入了 你看这个南庭序也好 记事稿也好 黄州寒斯帖也好 里面丰沛的情感 开始的时候呢 还功功整整 哇 写到到了后面的时候呢 是越血越大 那种哀伤 对 这个 尤其是 这个破灶烧丝尾 对 那个灶也破了 然后呢 外面下了 下了那个寒死嘛 下了雨 那个围草又湿 烧了烟熏了 这个眼泪 别自己这样子 又外面下了雨 又露到家里面来 那个生活的困境 对 那写下这两种诗 对 所以在治理行间的时候呢 当然 他的功夫是很深的 线条是很美 线条所表达的 对 就是 就是他的 对生命 对他个人寄予的一种 一种真实的表现 对 那么这是黄庭坚的 黄庭坚的 黄庭坚的这个松菲格 也是他一个很 非常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那么这个 这个是他另外 另外的一个草书 对 那么 看他在写字上呢 他会 他会摆档 因为怎么样呢 我看到有一次呢 有人在档讲 他引悟到这个笔法 所以你看他 他在写的当中的时候呢 轻轻重重 他会 他会有一个摆档的作用 所以如果说 能够把这样的这么多笔法 融到油画里面去 哇 开心静解 好 我们再接下来 那么 那么 这个呢 这个是米符的 米符是最有才气的 是一个 很 非常怪的人 但是你看他 在字体行间 对 这种 这末分五彩 你看一个字 一个天里面呢 有的这么浓的 浓的 有这么淡的 对不对 有这么重的 有这么轻的 所以中国在形容当中的时候呢 他的对比性 的落差性 众若奔营 轻如残矣 哇 这样的一个 一个 这种气势 是不是 是不是非常强 这是 这是米符的 然后呢 然后 这个是 这个 青藤白羊 徐位 青藤白羊 对 青藤白羊 这个 齐白石非常 非常普大 他刻了一个印章 他凝张 青藤白羊 门下走狗 对 换句话说 在明朝时候 就出现了 青藤白羊的 这样的一种线条 对 看起来 看起来 很多人写这作品 他说 哎呦好像炒米粉 一盘 是吧 可是 就 一写说 哇 怎么那么 那么厉害 他居然能够 把一个字 做一个 这是哲学上的一个课题 建构 解构 重构 是不是 我们艺术的过程 是不是这样子 建构 努力的一笔画 终于把它弄完成了 然后开始要解构 要重构 这就是过程 对 所以呢 当 把这个字写得很好看以后呢 我要通过这个 来训练大家 怎么解构 然后再重构 这是一个 很好的训练 很好的训练 然后呢 我这个人呢 叫做陈白沙 陈县章 他是用颅杆 毛巢 做成笔 然后写出这种字来 这个因为工具的不同 也会让你的艺术 艺术的形式 也呈现不同的面貌 出来 这是 这是 这是蛮特殊的 然后呢 这是 明元路 明朝的 明朝 因为明重生皇帝的时候呢 他跟 这个黄道州 宁元路 黄罗 对他们同科的 那么到明朝末的时候呢 整个证据不对了 他生活的 生活的非常的 非常的这种痛苦 可是他这资历行间 很挣扎 那么台湾 台湾大学 有一位文学院的 有很有名叫做台庆龙 对他就写这个 宁元路 他写宁元路 一天张大清 看他写宁元路 就把一本宁元路的真迹 送给他 宁元路 所以呢 然后呢 我那个学生呢 他说老师 我很喜欢台庆龙的字 我能写 写他的字 我可以 你先去写宁元路 对 然后写完宁元路以后呢 再去写台庆龙 一写就写到了 好 那么 然后这个 就是王夺 心中大小 王夺呢 在书画上面 他是一个 一个 他的一种 你说野心也好 或者是说 他的那种 那种精进心 对 他要把 把字 书法呢 做到极致 他的笔靶 他的结构 他的章法 他的墨运 哇 那是这 莫比金锋的 那看起来就是 好看极端 就是为什么 王夺的作品 到现代 就是现代 这个比较 非常好 问题是 他从明朝 到清朝以后呢 中文人一个学 所以把他 自己就 所以所有金笔 在日本 手里 很痛恨在 这是 这是富山 富山在年末 千初 到了清朝初年的 他也是大家 你看看 王国呢 这个是 祭司责任 那么富山呢 非常漂亮 他提出 世民事物的 美学思想 一直影响到现在 好 你看到现在 好 那么 这是 这是 讲到说 听法语法语的是 非常的 非常的 人重 非常的 气势 宽博 邓施如 你看他的 他的字 像这样子 也不管是 传书 或历书 都是 呈现出 很雄混的 那种感觉 是吧 然后呢 吴让之 他写的 非常的 欲刚 见于阿罗 阿罗多之 因为他的老师 师公 是邓施如 然后到了 他手里面 在他技术上面 再往上推进 他多了轻重 多了一种 一种 阿罗多次的样子 但是 欲刚 见于阿罗 阿罗 阿罗多次之间 他有见的 这个部分 好 那么这是 何少基 我 我 我 简单的 挑出几个 就是 风格特别强烈的 对 他的笔法 他的线条 呈现出这么多 这么多面貌 然后 再来就是 无昌处 对 这是到达 战书历书 到达一个历史的高峰 所以青少人 因为出土文物多了 再加上文字语 所以所有的知识分子 就转向研究这些 出版出土的悲伴 拿草区 这些金石的研究 所以他们说 要把这种出土的 这种斑波的东西 叫做金石味 金石趣 所以你看写出来的动作 线条这么好看 金石味 那么这是我把今天 这个 对对对 这是 他是用那个 这个 这个他是十古文大家 十古文就是 是一种大传 那么传书 他分大传小传 秦始皇统一六国 以前叫大传 那么秦始皇以后叫小传 那么这个呢 在借乎中间 对 在秦朝出现的十古 十个十个师傅 在北京博物院 我特别去看过 十古文 他一辈子写 然后呢 当他 有人送给他 这个踏片以后呢 他日以激烈的灵 对 你从六十岁的时候呢 有一次他灵完以后呢 后面拔了一段 他说我日日灵十古 一日 有一日的境界 哇 这个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 谢谢 对 所以呢 我们写字的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做任何事情 每个人都一日 有一日的境界 你看 就是 这个没有 就 这个没有虚度此生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呢 我希望说 大家在 在这个 这个跨路 或者是你 投入到这个艺术的 欣赏啊 或者创作 等等等等 都要能够 一日有一日的境界 日新又新 我简单的 报告这些 请侯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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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他的 这个 这个 很高明 谢谢 我想 刚才你们听了 张老师讲了一些关于书法的问题 那我书法不是专家啊 跟你 跟你们生命 但是刚才这个书官长讲了这个比处 比风 比得 使劲 怎么样的 比出 才是酸 东方也好 西方也好 我们觉得是 非常高尚的 一般人 做不到的 那么 我就想 先给你们 讲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可能你练了不够多 画了不够多 没有体会到 每一笔里面到底有点什么含义 可以表达出来 那我现在就直接告诉你 我们画西洋画的人 就是 看它的效果 和结构 是不是 对 结构就是 人体解剖 那么树也有它的解剖 石头也有它的解剖 水的波浪也有它的解剖 所以说对自然当中的 一种现象的 一种理解 不管西方人 东方人 他们都看得到 都能够理解到 但是不能体会到 这个里面 对我们人生 有什么 关键的作用 在里面 画画的时候 我要画一张好画 就是看这个笔筹 是不是重复了 还有呢 就是说 这个笔筹用了 不同的笔筹 不同的力气 用下去 粗细是不是一样 根据这个对方的这个具体的形象是怎么样形成的 你要看这个比例是不是对 那么这些东西 那么你画画呢 我想是从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启蒙阶段 启蒙阶段呢 你就是要画油画呢 因为油画这个表现力最强 就是你想画什么 它就像什么 就会出来的 不管暗面也好 亮面也好 你画的基本上跟对象是比较接近的 它还是属于写实的 西方一直到了 大概是19世纪的时候吧 西方就想到要画抽象画 是很带有一种这个对现状不满的情况 写实了画了再画再好 19世纪的时候 然后照相机也被发明了 这个照相机就是不能表现色彩 像现在的电脑 已经色彩可以表现了那么丰富了 照相机人家就是这样讲了 照相机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你画画有什么用啊 因为你画画就是在模仿嘛 就是幼儿的一种理解方法 它要表现这个像这个东西 它要把它记录下来 它如果没有记录下来 将来就忘记了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呢 这个笔法变成了重要 因为一幅好的话 没有几笔它就出来了 它不会反复不断的对押 才会出来 那么你看中国书法 我个人认为 中国书法是最简练的 比西方油画要简练的多 但是里面的复杂性 排列 几千年 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 只不过是这几个大师 不同的风格 指导了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种 情趣 去欣赏大师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是从祖辈到上辈 然后到你一辈 再到下面一辈 你就是形成了一种文化的一种传统 那么西方绘画呢 虽然也讲传统 但是它是讲味道 什么叫味道呢 就是个人的体会 如果一幅油画当中没有个人的体会 这幅画你画了以后 这个是别人画的 不是你画的 那作为一个西方画家来讲呢 你马上就到了五流六流这样的画家 圈子里面去了 因为不像你嘛 你画画一定要像你 所以说呢 你在绘画当中呢 在终极阶段呢 你就会从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当中去取这个精华 对我来讲呢 我的终极阶段就是说二十岁以后吧 二十岁以后我就发现这个 你要表现一样东西 画了像是不够的 这幅画要画出油 要有韵味出来 那么墨里面呢 韵味就是墨风五色 它刚才讲了 那么在我们油画里面呢 一笔里面就应该有 有两个对比色在里面存在 一个对比色就是两个颜色 两个对比色就是四个颜色 五个对比色就是十个颜色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怎么样把它简练这个笔触 那么因为你这个笔触 如果受过专业的教育呢 它会教你一种磨色 你要画盖子怎么画 你要画瓶子怎么画 画能怎么画 那就形成了学院派 那在学院派里面呢 到现在为止西方呢 也承认中国的美术理论呢 是要高于西方人的观点 所以说呢 西方人采取的办法呢 就是在1949年以前 就是把中国的艺术 风味是东方艺术 西方的艺术有它自己的观点 它就跟你一分为二 教你中国人没办法参加进去 如果你要参加进去 你经济也好 军事也好 科学也好 领土也好 你的人的身材也好 都要超过它 现在我们就身在 在这样的环境下 1949年到现在 也只不过是 多少年 80年吧 这么多年 还在增长 那我就跟你讲 明显的 包括我的人体在内 一弧线为主 这是东方人 我们说这是宇宙 西方人 在直线为主 都有灵脚的 从他的Skeleton 从他的脸的造型 脸的造型 从他的肌肉 从他的行动 就是他的取约比赛 他都是创造了一个 Negative Space 是带风的 带边线的 就刚才张老师给我们 看了这么多的 大概差不多算下来 也有2000年了吧 2000年的文化当中 就是这几个表现出来的 他的作品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Negative Space 都带风 没有一个是无线 无线还是他的笔触 毛笔 还是他创造的是一条边线 这条边线与对面的那条边线 就造成了一个形状 这个形状是无形的形状 就是说你可以带有想象力去弥补 这是怎么样一个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面是一种感情 所指导它而产生 现在也用起来了 比如说中国画家 在法国非常成功的 对人家认同的 造武器就是用中国的笔法 在画西洋画 他要回到的是什么呢 就像沈昂讲的 沈昂的话要回到古典主义 其实他的画跟古典主义 一点都不像 那你说他是不是在回到古典主义 他在回到古典主义的原则上面 就是用纯的颜色来表现 不要用白颜色来代替 造武器画的话呢 就是说用阴阳的空间来对比 不要靠一个笔触来解决问题 国画的中国字是方的 八面都要互到 但是它创造的造型 每个字和每个字之间 它是有风的 而每个字的边线的风 都不是对称的 字是对称的 negative space是不对称的 所以说我就在这个里面 我就在西方待了那么长时间 差不多40年了 这个40年里面 我就越来越觉得 中国的绘画里面的笔法 是那么的重要 因为笔法它会引起你这部画的构图的平稳和生动 这就是第二阶段 那么第三阶段是什么呢 就是物我统一了 你不需要听 或者呢 是借什么人的执笔 什么人的忠道 再来画画 因为你自己已经知道了 你所练的基本功也好 最后就变成了composition 你这部画远看就是一个特征 看了这个赵文甫的话 字就是赵文甫看了这个 颜真卿的就是颜真卿的字 黄玄之就是黄玄之的 他就给你一个character 就是一个特征 有的是用细的毛笔 有的是用粗的毛笔 有的是一个笔 写过去以后 当做六空就画了很松 有的呢 它离开的边线毛草 一边是光的一边是毛草的 等等很多的做法 它做法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输法家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做人 而人做不起话就放出来 西方不承认这一点 就是说你可以是一个酒鬼 你可以到处去找不同的 拼头 瞒着你的太太 不可以 因为这是你的愿望 西方 而东方就不是这样 东方如果你真正是爱上这个人 你不会东追西追的去追别人 然后你跟人家做生意 不要紧 你这个是打交道 但是做生意的最后目的是什么 要是你的太太 是你的陪伴你的人 觉得他的生活 正在你一起是幸福 他觉得你的欺骗呢 对东方人来讲呢 是这个一个家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说呢 这个画画呢 有的时候不完全是政治 也不是社会学 而是一个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做了不自然 那你就肯定失败了 你的画要跟自然吻合在一起 它里面的法质是一样的 好的东西不会重复两次 你看很多 我时间也不够 就是很多人试了很多 几十年试下来 到最后觉得 还是他启蒙老师 跟他讲的话最好 为什么 因为你走遍天下 这种各样的人 你都会碰到 你也会学各种不同的方法 最后呢 原则是一样的 书法里面 书法家 我现在就跟你们讲 如果不是中风用笔的话 他就是一流里面的二流 如果是一流的 他就是中风用笔 他可能的速度不一样 他用毛笔的水分不一样 他用的墨不一样 等等不一样 都是现象 他用笔一定是90度 对着这个纸张学的 是最好的 黄燕芝就是75度 黄旭芝就是85度 还没有达到90度 在西方油画里面 只有一个画家达到了90度 就是Wenstein Van Gogh 所以说我们不能说 西方的画家 没有我们中方的笔法画得好 都是互相印象的 但是为什么90度的用笔 因为你不能 他不允许你撒谎 你一撒谎 你手一发抖 你跟旁边的人讲话 或者思想开小车 你的笔马上就倒下来 一倒下来 你一波画就坏掉了 所以说用偏锋 整个过是一种技巧 因为一个好的画家 他70%的一张画面上面 司法家也是一样 基本上是90度的 他偏下了 偏下来了 他就会出问题了 就是 我最后的要跟大家讲的 最高警戒是什么 最高警戒就是 我觉得现在 2500年到3000年来 不管东方也好 西方也好 Defense的画是买了最高了 他买了高有他的原因 所以说Defense一张有画 就是那个圣母马利亚 跟这个Jesus那张画 他买到了95个Million 比较高的还要高 但是我觉得Sharzby还没有看到 真正伟大的画家 还是米开朗基罗 因为他是唯一 是95度的 而是85度的用地 还有5% 就是还有5的角度 就是到90度 对那可以完成了 我觉得我们中方的可以完成 因为2000多年遗留下来的教育文化 我想对中国人没有白教 中风用笔 油画颜色也是一样 油画如果颜色你调不好 就是因为你调了超过了两次 你是少调一次 因为你要考虑到 从油画调整板上 搬到了画部上面 这也是一次 有的人说我这调了两次 我说你已经调了三次了 为什么 你没有把这一笔考虑到是三次 最好的油画笔就是没有调 在空中 这飞笔 就像米飞的字一样 它的毛笔还没有沾满 这个水分大概是多少 都在里面还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它已经在空中飞过去了 到了那边写下来 这不过是一个横距 但是这个过程之前 是什么 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熟画家 你没有意识到 他的情怀在哪里 所以说画画一定要根据 你自己的情怀来画 我跟西方的所有油画家 都起了这样一个原因 这个 就是也不是警告他了 就是说跟他一个忠告就是 画画不要重复 你觉得今天不好了 丢在那里不要去动它 我觉得我的老师刘海处教了我最好的一点 就是你这样画画好了不要改动 你要等一个晚上以后 最多这允许你改一笔 如果你改了两笔 肯定这张画已经不是当初的画了 最好是昨天画的 今天都没有改 那么我这里面有几张画 在今天画在这里的 就是一笔都没改了 画好你这样就这样啊 但是你知道吧 我所有的话我都要重新碰一次的 所以说我画了一千八百段油画 没有全部搬过来 就这个道理 我掉脸了 就脸皮了 你改了 你骗了人家 人家没看到不等于你没有骗人 所以这个跟做杀锅头 撒开人叫杀锅头 就是一样的 像这么一样 你当时这其中的一个感觉 要怎么样可以 因为这么大一幅画 就只要好随便才完成 可是你当时的那种 对 那怎么可以把它维持着 这个画我要这样来跟你讲 你就能够理解我的体会 我是先体会在画画的 西方人是看了画了以后 做草稿 最后画到整稿上面 往往整稿现在来看呢 从历史上的角度来看呢 往往整稿呢 没有画了草稿精彩 中国国画也有这样的情况 一样 那么我住这个地方叫Lock 我住在那里住了33年 不是34年了 这么长的时间 那么我体会到什么呢 就是说 中国人 曾经把这个地方 作为中国的村庄 有两千多名居民住在那里 这些居民呢 都是淘金时代的后代 造堤坝的这些人的后代 那么最后死了以后呢 他们家里的人都不回来了 都走了 我们在Lock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那边有七个马桶 测水马桶 那个镇长呢 叫做Coney Coney Coney Chin是我的 我就叫他是Dub Mother 他就跟我讲呢 他照顾了每一个中国男的 他们原籍是从广东那边来的 他们是中山人 中山人过来了以后呢 他美国当初有个法律 就是不能把自己家里的人带来 你只能把钱寄回去 而家里的人不能过来移民 所以说他们都是单身 结果呢 每一个人 他已经照顾了大概五个 五个中国男的单身 最后都在他手上死了 那不是 他不是魔的 他是照顾他们到最后 最后一头去 那么他为了纪念他们呢 他把他们的马桶 都搞干净了以后呢 放到自己的花园里 上面种了花 他说这些男人 我都认识他们了 这么多年 他们最后的几年死亡之前 我在照顾他们 我觉得太可怜了 我希望有一天 他们的妻子能够来看到 这开的花 就是他先生的一颗心 所以说我到现在 眼泪都会掉出来 我在这样一个地方 我在找中国人的灵魂 这是中国人创造的 这个土地 我生在哪里 他说我生在lock 什么地方 是不是在家里 还是在医院里 他说没有 他子子那边 就是这个oucher 就在那里 为什么在那里啊 我妈妈劳动 他说 妈妈在采梨子 他只能在下面 跟人家捡梨子 因为他怀悦 最后呢 他生在那里了 中国移民刚来的时候 是这样的 所以说他们是生在 国家里面的 长大的 我要把这个精神 变出来 所以这个 我在旁边听着 我眼泪都掉下来了 我说你这么苦啊 我说我已经 都苦着了 后来我没想到 我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让我带 37块 2毛1 到美国来 他们一分钱都没有 好乎都见不到了 就是他这个 放在了这里面 开了这个花 就等待他的家里的人 能够坑的 所以说在这样 如果一个话家 没有这样的一个 体会和背景 跟他们同唱一个歌 你就不会画出 这样的话来 我觉得我的话 如果从美食史上来讲 到处多数缺点 我就是今天 在教这个学生一样 你今天的缺点 就是你明天的风格 因为你的风格 需要很多的技巧 你的技巧 就是磨练 在你的错误当中 寻找 所以说 你就不可能 回到 以前的历史 你就创造了 今天的历史 所以说 我就觉得 二十一世纪 是东方人 可以弥补笔法的时候 可以创造 更新的 艺术 因为西方 颜料当中 最高贵的颜色 不在西方 而是在中东 今天 中东的打仗 伊朗 对伊朗的歧视 和 这个 阿富汗的 不幸的 一种撤退 结果死了多少人 都是跟 这个我们油画 有关系的 Cobalt 这个颜色 是从伊拉克 和波斯来的 原料 从哪里 也拿的 如果不从哪里来 这里出不来 比如说 张大千 能够画 青绿 河沫 山水 里面就有 青绿山水 青绿就是什么 就是Cobalt Cobalt 应该感谢伊拉克 感谢伊朗 你看我们现在 政府都没有感谢他们 打了不够 还把他们的 国防部长 都应该杀了 这个讲道理 不讲道理 我就觉得 这个画画 是全世界的 各个家庭 都应该 爱护 生活 这个是最重要的 要保护 我们的 子女 让他们知道 几千年来的文化 不是 白过了 刚才张老师 讲了那么多的 好的 书发家的 用味 我刚才讲的 油画的笔处 里面也是一样 我也应用了 转笔 你不能不转 一转 就是 360度 两转 就是720度 如果一个笔 转动了越多 你的 出来的形象 因为笔错 是造成 positive和negative 关系的 形状 形状就在抖动 就是你要抖动 刀苗的 弄弹的变化 就是在笔处的转动里面 去变化 而且你转动的时候 你就要全身关注 你不能是 担心两翼的 去做其他的事情 一般呢 我在认识小明之前 我就是又要回答电话 又要去画画 画不好 我觉得最烦恼的就是 像我老师刘海说 希望有人把他擦笔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我最希望的就是 有人会帮我 回答人家的电话 办schedule 我就不需要麻烦了 我就好好画两张画 不然书官长这里的画 你这个画这里漏了一遍 那完蛋了 好了 我的画讲完了 我就是觉得 西方的油画 不是一种讲法 油画根本就不分西方和东方 就是材料的不一样 我可以跟您讲 我在 美国 Academy of Art College 现在变成全世界 最大的一个艺术学院 我帮了他多少忙 就是知识上的忙 最后我发现 我就问了校长 这样一个问题 Elisa Stevens 就问他了 我说 你要赚全世界最多的钞票 还是要培养出低流的人才 他说这个问题要找 faculty商量 商量 商量 那么当然我的学校 最多越好 最好都是Academy 门前 像 Elisa Stevens University 这是University 这是他讲的 第二天就走 不交了 不交了 交批 我在问你卖力 卖力 为什么 你要想 赚中国人的钞票 对吧 中国人现在 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强国 对吧 我可以这样讲 钞票 都出来以后 都拿到口袋里 为钞票我就不交了 我要交是要 能够看到第一代的中国人 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话 这就是我的愿望 好了 我没有话 那么你们就提出问题来吧 你只要今天能够提三个问题 我们就结束了 所以提第一个问题 您刚才特别强调这个角度 有十度 八十五度 当然我们不会画画 为什么这个角度这么重要 OK 画这个 画画的时候 这个用笔啊 角度啊 九十度不是水就是往下流了吗 中国人不是有这样讲 讲法叫乌洛河 什么叫乌洛河啊 就是像庙外面的这个瓦 下了雨以后掉下来 下面有石头啊 有很多地方的石头 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庙 它前面的小石头有洞啊 这个洞就是乌洛河流下来的 这个力气是圆的 一笔下去是圆的 它最均匀 那油瓦呢 这个用笔呢 它是用的是 用的是 或者是 这个 泡杯 或者是 零食 油 这个 油料 油要流了比 水流了慢 所以说 所以说 你不能加了太多 中国呢 也 宣址上 从宋朝开始 党朝开始 就有宣址了 是晚唐以后才有宣址 以前是画了 左纸上面 左片上面 他画了这个上面 所以说他这个 为了防止他的油不要流了太快 就油画颜料每一次颜色 你买来 在店里买来 是 他 调了 五千次 最后 他成了这个颜色 而你自己调 调了越多 这个颜色越灰 你跟他的调制作方法不同 所以说 你如果做机器的浓地的话 你也调了很多的话 正好是油画颜料制造方法的 相反的结果 就是说我的主张就是不要调了太多 调两次是最多了 调三次已经调过头了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一次你没有算上去 把这个颜色拿起来 再放到画面上又是一次 很多人的话 就是学生的话 他是调了四次以后 效果 他说 胡老师不对啊 我这调三次啊 我说你放上去一笔算不算 放上去也是一笔 这是一点 还有这个 刚才苏管长就提醒我 不要忘记这个笔式 是怎么出来的 笔式是两个方面出来的 一个是你练了一辈子 练了很长时间 五年以上了就是 很有劲 你知道这一笔是这样过去的 这个笔力是怎么样 形状是怎么样 就像练七功一样叫做发功 你是发功的 你是满腔热血 但是你要控制他 这个里面的节奏 这是精神的 就是说 中国人不是有句话 就是比不到异道吗 其实每个大师 刚才介绍的 他在写这一笔的时候 看到他还没有碰到 但是你过了两秒钟以后 我刚才明明看到他这个地方 没有碰到啊 结果怎么碰到了 他把这个水和墨 化过去的这一瞬间 他都考虑进去了 而我们写的的人没有考虑 画画的人没有考虑 就像我举个例子吧 今天早上这个书官来跟我讲 你这个是油节还是水节 但我们说你肯定是油节了 你讲的对了 他说第二个问题最重要 什么问题啊 这个是错笔还是主要问题 那这个话 如果我不是很狡猾的话 我就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他说我讲的 什么叫狡猾 狡猾就是想冻筋脑筋 想一个办法是你对方 没话就去 就是把腿 腿不着到嘴上 我就讲实话嘛 如果我爸爸跟我讲 你讲实话 讲错了人家也会原谅你 就是怕有问题 那么为什么不 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 以后我们时间长了 还得讲 我就讲了一个东西 我说我在当初画画的时候 这个地方画的时候 我觉得能够先忘记多了 这里再补了一笔 补了这一笔 这个油跌下来 我想这个油跌下来以后呢 它产生几个不同的三角形 没有影响整体 就流了那里 我想还是不要改 我说我如果有知音的话 它就买我的错误 没知音就算了嘛 这个话我自己保留 我觉得这里一改掉啊 原来是怎么样一个情景 我忘了 对一个画家来讲 记忆是最重要的 当你记忆失去的时候 家里的成员 一早会告诉你 你有老年痴呆症 我就跟你 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医生 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 老年痴呆症 我妈妈就跟我讲 她讲了一个很 很有趣的一句话 她叫做老年 失忆症 失去了她的记忆 她跟我讲的话是在笑 我就没有笑 我说这个不得了啊 这个毕业老年痴呆症 还要坏啊 难得糊涂啊 糊涂不是没罪的 弟弟都没有了 那就是烦火了嘛 我妈妈都笑起来 她说哎呀你比我还厉害啊 我说我做医生做一辈子 我想一个生意真 那你还来一个 白做了 所以我就最后就这样 搞个笑话 就结束了 那儿子提这个角度问题 角度问题 所以那个用笔啊 很多人说 看了古人说 笔笔中锋 这就是误区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笔感啊 写字会有 有不同角度在摇动 高手 如果永远 直指的这样几次 这不会几次 因为毛笔是 最壮型的 三百就是 所以你要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速度 不同的营养 对出现不同的 线条的表情 OK 你听听 你不要说我 不礼貌 我一直跟你讲清楚 在油画里面 是怎么样的情况 它总是保持90度 怎么样来保持 就是这个油画上的颜料厚薄 但是薄的话呢 很容易就是90度下面 它要保持油画布 潘潮 像这个米克朗基罗的 薛斯丁卡布 是非常难画的 它非要画75度 它就跌不下来 它如果画90度 马上就跌下来 但是它的钢笔画 在手上画的 它就是90度 它不是不会画90度 而是75度 因为我画过笔画 Jim Bright 是中国的第一位 外国来的犹太人的 经济指导之 习近平的助手 他就是把中国变成了 银行怎么样 赚钱的 他就跟我的学生 他老婆是我的学生 Susan Bright 他就离婚了 他离婚了 他离婚以后每年是 十个million dollars 他帮他养了三个小孩 那么我现在要讲的 不是他们经济关系 Jim Bright 他喜欢我的话 就是说什么呢 他说我发现你的话 都没有填满 这是什么原因 现在他去了中国以后 他就讲了一句话 我的另外一个学生 跟他们是朋友 还在去学话 他是在UN里面做的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沟通的 他就把这句话转给我了 他说侯林刚刚说讲的 比不到一道留白 我现在才真正懂得 你讲了一句什么话呢 这个超票不能 全世界的超票 不能全部给中国 如果给了中国啊 就这句话 所以说呢 你们现在已经在 在这个气候当中生活 那么我要讲的话 就不是经济能够造成 也必须的 唯一的结果 经济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但最重要的就是 全心全意的去画画 这个油画的颜料 这个你要防止它 过度的利用瓶水油 就是说我另外一个老师 就是陈君德 他也是刘海泽的学生 他就跟我讲 你用油 零水油最多的时候呢 就是打轮廓的时候 西方油画其实是不打轮廓的 他就跟我讲打轮廓 造物机也打轮廓 他们打的什么轮廓呢 就是这个范围和那个范围之间的造型 里面用的颜色的不一样 材料的不一样 用笔的色图不一样 大小不一样 这个里面就形成了造型不一样 所以说你在开始的时候可以用油 后来几层就是 第一届油画颜料 而不是再重新再加油 因为你在高光上面 油画是不能加油的 一加油它就跌下来 所以说我刚才就跟受网站讲 我说这里是国光啊 我不能点啊 他说什么时候画的 他把我点醒了 什么时候画的 我说这个是30年前画的 可能40年来要 它已经干了嘛 他讲到这里 干了你就可以点 所以点 因为你点上去的颜色是湿的嘛 但这能一次 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这发生一次 你以为Djavo又发生了 没有发生 就是不一样 所以说我姐姐就跟我讲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 经常拿三分C 我姐姐一帮了我 我变成全A啊 一个学期啊 我姐姐就跟我讲 为什么 你脑子在动其他的脑机箱去玩 所以说你做不好事 你就跟我做好在这里 好好做 所以说家长 中国的小孩 为什么成绩比较好 因为家长的支持 就是欧洲人 欧洲人 美国人 缺少 照顾他们的小孩 他们就说我钱多付一点 钱多付一点小孩就好一点 其实不会的 小孩看到你付钱完蛋了 那钱我下注我自己去拿来给你 他会讲你老师不好 为什么 你老师我给你这么多钱 你都没有好好教我 他会这样讲 那小孩到了这个时候啊 你就来不及了 就是要小孩学啊 提早学 学画不是目标 而不是宗旨 宗旨就是从画里面 从写字里面 发现做人的 最享受的地方在哪 享受 这个字好像是人家给你的 受 其实一样 受啊 跟爱 中国人的字的爱 没有差多少 差一皮啊 差一痕一皮啊 就是你做能做得起 你就是享受 为什么 因为你有爱 完了 好爱 好爱伊拉 中国外貌最好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 你示范一下 那个笔的 有没有解释 你示范一下 你示范一下 拿着笔的 对 哪一幅画 你这幅画的天然画出来 没有改过 就这幅的吧 就在你后面 这幅一笔都没改 这幅也是 这幅也没改 这幅也是 这幅也没改 就当 这幅但是最后一点 在这里 我告诉你 这幅画是叫老口画 最后一笔在哪里 我告诉你 这种dripping 是什么 刻意的 还是 just by mistake 这是mistake 但是 我这里不画了 这个白的和那块白的是对称了 我不需要这样画 这样错就错了 你希望别人 因为你的mistake 他按上你的画 你画画的时候 心思不能放在错误上面 为什么呢 因为人是动物 最高级的动物 还是动物 动物有个特点 就是 mess messed up messed up 就是全部搞乱了 我们可以做mess 但是不要messed up 整个都坏了 你mess一个地方 而已 其他地方 跟他又对称了 这就是你 这幅画里面最好的地方 所以说今天 如果我们结束了以后 你肯定回去每一个人 如果记得我们在讲中国话 你记得了就是我错误的 哈哈哈哈 包括就是这块三角 最后画的 不是不是 我刚才讲到这个画的一笔在哪里 知道吗 我刚才加了一笔 我这里加了一笔 如果这里是白的画会流出来的 我一看里 怎么这个 一笔 旁边 白的 跟它一样啊 所以说 如果我这一笔画的话 这个白的就变成了我的镜框了 就是这里面没有一笔会 跳出镜框来 唯一的就是这个地方 对吧 所以说 不要两次 你赚了一百万 你明天想要赚两百万 结果你倾家账款 你赌费也是这样 对吧 就是好事罢生的 你要什么能不能就叫做 谢天谢地 当时你请说再给大家用毛笔演示一下 这是毛笔 你做着做着 因为十五大还有 我这个捏毛笔 我是这样捏的 我是小学生 小学生我们这样捏的 是吧 我不会写字 我中文都忘记了 但是我油画不是这样捏的 油画捏笔是这样捏的 这样捏笔 这样捏笔呢 是从铅笔那里过来的 你们如果画素描学过的话 这个叫长期作业 长期作业就是时间花了八个小时以上的 叫做长期作业 三十分钟之内的都是短期作业 或者是节性作业 那么这个用笔是 是这样用笔的 三个手指 两个手指在前面 下面一个大拇指 这是画直线 是这样画的 那么第三个派怎么用啊 就是万一你的手要抖了 你把这个手指 在纸上点一下 就像圆规一样 它不会偏 就是说 你手指 这点距 跟你画 画纸有多少距离 你要上面是多少 下面也是多少 其实我在画一条直线 我没有看这条线 就像唐坎琪一样 我在看这个手指和纸张的距离 木匠也是这样做的嘛 就这样 人家说是 你怎么不量呢 我说我在量啊 所以说 一个画家说 我是天才 我不需要量 都在撒谎 都在撒谎 就是你给的方法嘛 那么简单 那么横的怎么画呢 横的就这样画 那么最关键的一句 这个用笔 刚才苏国兰强调了 要我讲出 你的用笔的特点 到底在哪里 我就告诉你 从整个苏维尔尔 开始教中国人的绘画 和意大利的画家 教中国人的绘画 里面他都没有讲的一点 就是什么一点呢 我就是讲 你会极见的人 体育里面极见 你会打高尔夫球的人 用手臂打的 你会打北施棒的人 就是三个体育项目 你如果有这个基础支持 是不是用力的地方 是不是在你肩膀 扶在你的手腕 手腕和周关节 扶在这里 因为你 这样 这样 这个纸上的 距离会差 你画10 inches 10 inches 10 inches is different 你怎么可以画的值 而且你不能用写字的办法 来画一张长期作业的 30分钟以上的作业 你如果这样画的话 你手肯定要画手 是吧 因为你靠的是手腕 那不 还有这个周关节 你没有看 你看我 我现在做个样子给你看 其实一个人 每一个人 一分钟就学会了 但是要一分钟里面 还加上 50秒 是练习 10秒钟是 智慧 什么智慧呢 就是你记住了 我讲什么话 你看要画直线 这不是直的吗 怎么会画不直呢 对吧 那么你说 你这样画下来 这是一条弧线嘛 是不是这样弧线嘛 那你就是说 两个腿要站得像气功一样的 你要画一条直线的时候 往往一个前 脚在前 一个脚在后 这个在前 这个在后 我画的时候呢 这条线下来了 然后 要碰到了我就退 我两个脚就退了 我两个脚就退了 放到下面了 只都碰不到了 我两个脚就进了 这位置还在老地方 还要跪起来 打八怪 打全部也是这样 就是前进和后推 其实数秒的关系 画深一点 画浅一点 就是进去和出来 我觉得德国的那个画家 Hans Hoffman 他就是解决了 用颜色的办法 颜色不是深浅 也不是冷暖 是前进跟后推的问题 什么叫前进 前进就是腿 后退是什么 就是拉 把你的身体拉回来 这不是太极拳吗 中国的太极啊 其实东方人都是 中方人先开始的 西方人学了以后是他的 那我现在就跑到美国来 学他的 比他画的还要好 他心里不高兴了 就是啊 因为这个东西原来是你们那里来 我不想告诉别人嘛 但是你帮我出传西洋镜了 我自己的事情不想多讲 但是用笔上面这个很重要 我可以今天讲一句过奖的话 从西方的十二世纪的画大师开始 到现在二十一世纪的画家 包括我自己在那里 你随便选一个第一流的画家的话 我当场画给你看 他是怎么画的 我就画了像他 因为我做了这个工作 我们从大陆来的都没有钞票的 读这个Master 要花三千块 这个三千块 现在下下很便宜啊 但是当初我拿得出三千块 我到美国来是三十七块二毛一啊 怎么付得出来啊 他就免了我一半的学位 免了我一半的学位做什么事啊 那个老师就是说 你要这个大师的话 我刚才给你们看了 你喜欢哪一个大师的 你要学 我现在这里有我的助手 是我教出来的 他画给你看 后来我叫他画给我看了 他说你还要不要讲究竟啊 我变成好广了 是不是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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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数据不好 大师数据不好 大师数据三十七三十二十一 他就在这里做了 哈哈哈哈 那如果你们没有问题 我又给你们提一个问题 你们现在都不是少年了吧 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你们不是少年 对吧 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你活到九十岁 你还有一口气 还是小姑娘 我的妈妈就讲了 她最后五年 她是八十二岁死的 最后五年她就跟我讲过这样一句话 她说有谁叫我小娘 我就请她吃饭了 哈哈哈哈 所以说她也讲了心里话 所以说我刚才讲的呢 你们不是五岁了 你为什么到现在 这样的条件下面 你来看我的画展 就是说 你有没有信心去画画的问题 就是画画有只有一个好处 这个可能是我皇妈卖瓜了 所以画画的人多过十五年 如果你要多过十五年 你就不要担心你 不要担心 为什么 因为你的脑子很单纯 所以说后期印象派里面有一句话 市长讲的 画要画了单纯 我一直没有理解 她说的单纯 不是简单 而是传胜贯注 把你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做出来 这个就可以给后代 你们家里也好 将来人类这个家里也好 留下了一份 礼物就是 谁啊 谁啊 陈岳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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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岳飞也是沃老师 陈岳飞老师 但是 陈岳飞 素描 跟陈岳飞的素描 没有什么两样 而陈岳飞的素描的线条 比较短一点 他的线条比较长一点 用张老师的办法来讲 两个人是部分高低 但是 陈岳飞是高产画家 陈岳飞 他画一张画 要画 甚至于上年 一年两年 跟我差不多 他是我老师嘛 我也画了那么细的画 我也画过 他就是 他成功了以后 他就发现 我能不能 比Andy Warhol更稳大 其实很简单的 你不要走他的道路 你就比他稳大了吧 他就是要走Andy Warhol的道路 要是拍电影 又是什么理发师 又是什么女人要揉大腿 好了 你脑子里晚上都没有好好睡觉 你还画什么画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很遗憾 他死了 有油画颜料 有油画颜料 你说油画颜料 会不会造成你画画的效果 最后效果的不同 那肯定是 带来不同的效果 你比如讲一下 中国的马力牌 造这个油画颜料的水产 尤其是水产 马力牌 中国造的油画颜料 基本上都是苏联的这种做法 里面的胶水加了太多了 你看他血管打开 你们就流油 其实不是油啊 是胶水啊 所以说我老师 陈俊德啊 他用了很多 是从中国买的颜色 他怎么办呢 他说明天就画画了 今天就把它 寄在这个硬板子上面 让它削掉 第二天早上 刮下来放到那边 这个事情是我做的 然后呢 我把它放到我的 上海叫十三行嘛 十三行自行车 挂在我十三行自行车 后面的这个车架上面 骑着车架去了 他是中国大陆 第一个画家 买掉港币 港币好像一百万 港币啊 港币一百万 我不知道美金多少 他是中国第一个画家 历史上第一个画家 这张画是上海饭店楼上画的 我当初我的叔叔 就是我的表叔啊 这个叔叔是我爷爷他们领养的 长大的 他是上海和平饭店 就是 这个上面呢 这个经理 总经理 他打印了 让我搬上去 我骑了十三行自行车 这个画像床一样大 这个床就像现在的 现在对我来讲 这种画 都是中画了 我都是画的都靠小民啊 还要大到我都画了 但是我记得我背的这个肩膀上啊 警察都帮我拦下来 后来警察说 哎 这是侯宗帮我儿子啊 帮他走吧 拉他走了 我爸爸是民主党派的副主席嘛 他在上海人民警察也给你优惠了 颜色呢 颜色呢 我的建议啊 如果你今天开始跟我学的话 我就跟你讲 要买颜色买最好的颜色 不要买便宜颜色 为什么 因为你画下去的精力 时间 将来不会遗憾 那这个是 像现在出管长办公室里有一张画 他问我 不论好不知道多少次了 你真的不卖 不说不卖啊 为什么不卖 因为我的当初这个记忆列都在这张画里面 在Locker的第一张 所以说你要买最好的东西 为什么你怕用最好的东西 因为他会犯错误就完了 这一张画我花了五十块钱 这么小一张画我都没画好啊 我如果今天省下来 五十块钱 我可以画十张小画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你犯了这一个错误 你只要记住它 将来你就不会犯这个错误 我把这个方法告诉你 你这样画十张干什么 你浪费十张的时间 犯同样的错误 错误是怎么来的 我用笔来讲的话 你这样画一笔 你再画第二笔 这个就叫做修改 第三笔 就是失败 不要再画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的错误 你第一笔这样画的 第二笔改变一个方向 第三笔呢 不要再画了 跟这笔 这一笔有关系的地方 你去找 这个地方先画 你画了两笔以后 回来看这个毛病 已经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了 两点是成一条线 这条线有多长 你已经知道了 你知道这个地方你画太长了 太短了 太短就加长一点 太长了再卡掉一点 再改变一个方向 不是正确了吗 我记得苏联 对中国的教育 影响最大的 叫做苏联的 教育体系 你要不要读他六年 这个六年的第一年 他就是练你这个东西 就是不让你犯错 所以说呢 所有中国的画家 只要跟苏联学的 天天在犯错误 为什么天天犯错误 因为他不想犯错误 你越是不想犯错误 他越是犯错误 跟他相反的地方 再去画一笔 画画就像刚才讲的 像书法一样 书法是最伟大的 他气用生动 这样写 这样写 能写 书写 只要不重做 最后写好造型是不一样的 但是只有一个地方写中 其他地方 就像说要读得到 准备了 那里面说到 准备了 我已开心 我们仔细备了 你为什么不得到 还没发现 就是 就是 所以你看他说的话里面 简直是说 把个大自然搬在你面前来一样 而且你看他说了说的就哽咽了 继续说 所以他是天生浪漫 是我是天生浪漫 天生浪漫 是我是 孙伯说的一句名 就是他人生的写照 我最后讲一句话 可能多余的话 其实画画就在找知音 我记得我16岁的时候 都是一些大孩子 而且还是年纪比我大 很多的都有 我在外面画写生 画这个French Sigmo tree 在外面写生 有两个女孩子都比我大 吓了他 还有画外国人都画他 我画的是复兴中路啊 怎么画外国人画 我画中文画 还有个老年人中年 五十几岁 现在来讲是我小弟弟的 他过来就讲 你为什么不画中国画 这个是夕阳画 我说你很懂啊 我是有画 画一辈子也画不出来 他就走了 我眼睛在他灯一灯了 你还我还没结束了 你得把老头了一句 是吧 所以说今天如果没有苏馆长 举办这样的画展呢 我想我和你没有讲话的余地 这个我举个例子 就线条线条它的生命力 我们常常说书法的线条是生命 默运是灵魂 当然这东西就中国意境有关 那昨天的这个敖缸跟我晚上都很晚 对然后还跟我提到说 怎么怎么样的感觉到说 这个现场里面会有感情 情感的投入 然后就聊到红一大师 红一大师在这个出家前 跟出家后呢 结束了 是吧 因为他出家前呢 红一大师李淑彤 他在年轻的时候 在上海实力洋场 你们老乡 那他的才气纵横 戏剧 音乐 美术 是吧 把这个从刘日带回来 这个这个成就了不起 但是一念之间顿住空门以后呢 他万元放下 所有东西人 这个城市之间的所有的名利 全放下了 唯有带着书法走 对那很多的他的弟子 下面尊 因为很多人追着 追着红一大师 要跟他求智 然后红一大师就抱怨 老师 那家伙子也不念佛 一天让我给你求智 跟我求智就求佛 所以很多诗不念智 就是受这个红一大师的感召 那红一大师 很多人呢 看他后期出家以后的智 他在写 在写智的时候呢 他写给那个那个映光法师 映光法师鼓励他 鼓励他继续写字 所以写字呢 也是修佛的 修行的一部分 但是你自己行间呢 还充满着世俗的名利 你要完全把它放掉 哇 这个这个大师很了不起 所以呢 这个这个我我听那个 那个我看 我有本那个红一法师的 那个专辑 说红一法师写字的时候呢 每一笔每一话都在入定 他一个字呢 一笔一话之间 整个就就是非常专注 在在在里面 做很多很多动作 所以呢 清初啊 就是民国初年的三大师 第一个 陈尹默北大校长 第二个 尤任 教证草书 第三个红一大师 那么 这个 陈尹默很多蛮深 对 那个台湾那个 那个普人大学的文学院院长 王静思就是他门生 在在台湾很有名 尤任 门生 学生更多 跟他学的表情早上更多 到处都有很多很多尤任的字 唯独 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看到一位 学红一法师 学的像的 为什么 修为 所以呢 看到这个 这个 红一年的话的时候呢 你可以感受他的生命力 那种那种 那种像喷勃出的那种 那种阳光也好 或者是那种 那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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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壮怀激烈 金韬拍案那种感觉 所以内心世界呢 是 是可以 可以修炼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 看到这个 红一法师的 后期的字数呢 叫做亚俗共赏 对 那么因为 修佛的人呢 对于红法师 非常崇敬 去看他是如见佛一样 对 那一般 一般人呢 这个看 这个 这个 红一法师的字很好 那即使很专业的书法家 看到 红一法师的字呢 哇 因为一个人 一个字哦 写得很有深度 完全没有火气哦 这太难了 这非常难 对 所以呢 这个书法的线条 的的确确 对 它是一种 情感的投射 对 所以 所以呢 今天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使馆长定的这个题目 说 这个笔法的魅力 与可能性呢 在这里面呢 充满了一个 很丰富的 这个内涵也好 或者 衍生出了 很多想象 对 所以我 我希望说 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对话呢 能够 能够让大家 在欣赏 红年的话 或者是其他的 到这个 从欣赏 到直接 投入到你的 这个 你要去学话 或者是 这个参观 博物馆 美术馆 的时候呢 有带着这样的一种 一种感觉 走进 那个美丽的世界 谢谢 谢谢各位 我下面补充一句 当时他讲的 张老师讲的 这个 一笔 走全坤 一笔 这就是 一个画画的人的 一种愿望 其实 你住在中国 不买飞机票 你是不可能到美国来 你一个欧洲人 要想学中国 像现在法国 游客 在这个 中国现在的 这个 COVID-19 这个时候 最忙的时候 法国 游客 尤其是艺术家 和科学家 还有那个 教授 哲学家 都在中国 去中国 灯黄鼻画 去中国的 木高尧 去 他那里去 干什么 他就在找 中国人 为什么是世界上 最绝强的 他心里 永远不会服你 为什么 他几千年 给你压了 不让他讲话 你给他有讲话的权利 你必要讲出来 所以说呢 这个用笔的 最高紧贴 用我的话来讲的 就是发泄 如果一个人 不懂得发泄的话 而且你不要管他错 还是对的 要讲得真 就是 是这么一回事 你画画的时候 你又任务的 有很多 我的同伴的老师 都在 在美国的老师 在教啊 他说 画画如果可以 解释的 这个就是 一来 就不 就是插图 我就讲 灵感后面 有原因 这个原因 就是画画的指导 这个原因是怎么指导 就是一笔 下去走全坑 毛泽东 毛泽东在死的时候 他口中 还放了一张 米飞的字 他写了一辈子都写不过米飞 而且米飞从来也没做过 毛泽东 其实小孩子 你的老师 如果跟你讲 我可以把你小孩 教得非常有风格化 他就在骗你的钞票 因为风格是 你不给的 老师实习 怎么作用 指导作用 和帮助的作用 帮助在什么前提下 最快的时间 比你画得更好 比我画得好 为什么 因为我住在医院里 88天 没有死 我就得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老子 如果我是老子的话 我今天 放过我自己 在一块泰山的石头 眼睛闭起来 我也不想 尊开 尊开就是 国会墙壁 怎么好看呢 中国几千年文化下来 传一个老师 做生意 老师不成意 老师说 如果不正话 谁敢讲正话 如果台湾 没有 我应该说 你应该说 你应该说 那只能说 你应该说 我应该说 一分钟 我应该说 你要相信別人 好 我再補充幾句 這個加拿大的這個院士 那個劉院士 對 我那天宿管長把這個題目訂出來之後 因為他是劉法的 台灣師大美術系畢業 然後劉法 然後在加拿大工作很多年 然後在法國得到 在加拿大得到這個 加拿大皇家藝術學院的院士 他特別對這個題目 他非常有深入的一個看法 譬如說他拿出這個無關中的線條 線條無關中 對他有很多很多大堆的很熟悉 是吧 然後他還有這個 那麼這都是很好的線條 是吧 那麼這個是他老師朱德群 這是得到這個法國 這是一個很熟悉的 這個樣子 這也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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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還有 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當代很有名 可以 所以呢 從西方的這種 快面 快面到線條 可以 可以 所以呢 從西方的這種 快面到線條 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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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禮拜天的 下午三點到五點 還有一張很重要的演講 我們跟西谷音色合辦的 那個有關 鑽科大師陳俊來的藝術的講座 是他的關門 出來 重播三機來 這個禮拜天下午三到五點 然後我們四月九號還有一個很突然的臨時安排的展覽 非常精彩 我們會展一個流浪藝術家的展覽 這也是剛才我們大家講過的一個突然卷生 忘了拋棄以前所有要做畫畫家的一個企業家的一個畫展 四月九號我們開幕歡迎大家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這個殺你了 我有這朋友了 好大家自己來 我把這個給關掉 不久不見